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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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栏目 带来的负面影响 很可能导致这些家庭就此之理破碎 超哥怒斥Toys的行为低劣 不理解为什么对方能有脸活在荧光幕前 更直言犯过错并不可耻 可指的是他变本加厉 因为台湾社会的健忘才给了Toys机会 甚至大骂对方是杂碎 此外超哥也强调 费油回收可以卖钱 没有人会把有价值的东西倒掉 因此他觉得内情不太单纯 弄清楚事情真相后会再跟大家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